这是我今天早上写的字 五眼六色 我又做了几张 中间这个图就是王博 少年王博 这个图有点像现在大的GPD生出来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或者是动画片呢 不是有一个动画片 蒋立白杜甫 白居易啊 贺之章 你可能动画片里结了一个图 我今天早上写王博呀 我一边写 我就一边感叹 王博的东西没少写 它是三百首 王博的东西不少啊 绝句啊 细律啊 王博真是个璀璨的流星一般 太多磨 山西有人才呀 山西运城人 山西用场出荣才 王博出生那年 知道什么时候吧 太宗最中医的制奴 刚刚成为高宗 就是永辉元年吗 公元650年 到现在多少年了 王博这孩子真是天才 我跟你说天下是有天才的 有些人 极其聪明 有些人的极其愚笨 这你不服不行 你我当然主要是我了 就属于那天才和愚笨之间的 平常人 人和人之间最大的距离是一里 最小的距离就只上差不多的 但是要承认像王博这样的文曲庆一样的人真的是太天才了 你想起 他六岁的时候呀 不是认字啊 六岁的时候不是背这个百合姓 他是直接写文章啊 提笔蜀文 而且远近文明 如果就是老乡亲戚朋友夸着孩子聪明 那咱们从小都被夸过 对不对 但是大诗人杜普 他的博祖父叫杜一简 有人告诉我 他光知道白行简 白行简是白居一的弟弟 白行简的文章你读多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好好改造思想了 杜普的博祖父杜一简 逢人就夸 说天哪 这王博呀 就隔壁老王家的三棵树之一呀 太聪明了 杜普的博祖父 叫杜普的爷爷 树北爷爷 那是夸奖和杜普的呀 但是他对王博的夸奖 丝毫不在杜普之下 所以今天我们说王博的这个天才 他这个这个聪明就是不是简单 今天说别人家的孩子 人家的孩子 隔壁的孩子 不是 太平常了 俗语 王博到九岁的时候啊 就能拜读随朝的大入 岩石谷巨著 叫汉书著 九岁的孩子读完了之后 写出了十卷以示其错误 这个技术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我告诉你 你不得了 他一共来到世界上才九年 然后他读这么一个当时的大知识分子的东西 汉书著 然后后边写这篇文章 标题叫纸侠 纸侠就找毛病 找毛病 白币微侠嘛 就那个侠 就找你的毛病 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挑个错啊 说你读音读错了 那个字写不对了 一体字了 以讹传讹了 不是 全面纠正啊 真是横空出世的天才 到了14岁16岁 长安科考一举重地 长安科考的难度跟现在的高考比 那肯定是难度太高了 绝对神通啊 你在家里面展现出来采学 世人惊叹 那是一回事 参加科考相当于在全国范围之内的 或者今天的词叫体制之内的大考 那相当于全国的高考 全国研究生考试 或者全国博士生考试 连同对考公务员 不签记万马国公务员 几个考试并在一块 一个14岁的孩子 哇 一考而中 王伯 杀喜扰杀喜愚仇了 了得呀 这一下子惊动大官了 惊动的不是省长啊 惊动的是宰相 当时的宰相不是刘罗锅 而是刘道祥 刘道祥深为宰相 一看 王伯这小子才华了得 大家赞赏 他说 王伯 文思通打 情此阴脉 彼汉如流 于是怎么着 宰相向皇上向高宗推荐了 这个青年裁军 这相当于一个小屁孩 初中生十四到十六的一个小孩 宰相关注那才华 然后呢 考察了之后 认为应该向皇上推举 直接推举 第一叫金榜提名 第二叫宰相欣赏 第三叫宰相推举 第四呢 皇上就高宗啊 国家最高领导人欣赏 欣赏他什么程度 高宗跟他常谈呢 招见王伯 与之交谈 交谈甚欢 通宵达旦的谈 十四到十六因为小皮儿 当场就封了一个官 招散郎 就是招一郎啊 八郎之首 那八郎是同意啊 招请啊 招散啊 给侍啊 奉承啊 如流啊 文林等等 简单说 就是文官 第十四届 正六品 县长是七品之本官 这相当正六品 那相当地市级干部 四届级干部 相当于南洋市市长那么大官 所以诸位想想 那还是个十四到十六的孩子呀 从那以后 王伯就一路开挂 死到之处 那过去呢 文人默克到一起的时候 拿文章相互斗去 死到之处绝对碾牙 无人能敌呀 最后人都记得腾王阁序呀 腾王阁序是他成名作 但是在这之前的十六岁的时候 他就写过一篇东西 叫前缘垫赴 那也不得了 死早华丽 对章工整 浑神谢树 使寂了歌颂 繁华盛世 不实为一篇精美绝伦的颂文 皇上读到了 高宗暂契为大餐业 所有的人哪 都得留意呀 你平常人来谨慎呀 不要惹祸呀 有才 越有才 越要注意 木秀鱼林封闭翠之 后来事大家都知道了 王伯很年轻就没了 因为斗鸡惹的祸 他家主人去斗鸡 他没事 跟我一样嘴欠 瞎写文章 写出事来了吧 叫你没事嘴欠 这都是教训的 王伯应该汲取的教训 就是不要嘴太欠 司马南这辈子最大的问题 就是嘴太欠 知道自己嘴欠 嘴还不闲着 欠臭呗 好了 我的字写的不咋地 但是你看看 王伯这个画像还是蛮好的 人这辈子 遇到的都是平常人 这辈子就过得平庸 我有机会见到王伯 那什么感觉 哎 那个时候 运城是不是已经有酿醋的历史了 王伯会不会也身上背着醋葫芦啊 所以这酸文甲醋 说不定 就是从宁华府的醋里来的 好了 这期节目说到这儿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近平斯马南 再见